《離地中橫》 逢星期四晚七點 歡迎大家自教 第二節的《離地中橫》 大家好 我是主持TITUS 今天第二節的嘉賓是我們的中東專家 ASUKA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們上一節說完澳洲大選正在這星期六發生 現在我們就轉到黎巴聯大選 星期一已經過去了 結果就已經出來了 結果之前 我們首先回覆一下情況 上一次大選是2018年的事 2020年8月 黎巴聯發生爆炸 引發200多人死亡和很多片段很轟動 然後2019年的時候 很多人不滿黎巴聯政府的腐敗和貪污上街示威 這次大選就是這個爆炸和這次示威之後的第一次大選 先說結果 黎巴聯大選的投票應該有了結果 出了結果的了 其實跟之前那個都有明顯的分別 但是你說真的改變了整個政局呢 又真的沒有什麼了 因為始終仍然是兩個不同的建制派別 在不同的鬥爭 其實當然整個黎巴聯 我們之前在差不多兩年前那個節目都有講過 中間其實分開了不同的派別的 例如天主教 基督教新教 公正教 實業派 遜尼派 親西方 親伊朗 親沙地 而且不同的派別都在這個政府和市民中間在鬥爭 我們剛剛過去那個新的 再加上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疫情的環境影響之下 我們這個選舉是非常之觸目的 可以這麼說 我們來過去2018年的時候 當時是伊朗 親伊朗派的 克斯布拉爾做這個政府的主導派 現在其實是他做不到這個主導派 其實是分了給一些反對伊斯布拉的聯盟 他都做 以及一些新的反建制派別去到 拿到很多不同的派 拿到不同的職位 基本上說回數字 黎巴嫩議會有128席 那麼現在這一節 這個就是克斯布拉 或者我們逆真主黨和他的相關聯盟 這次是大敗的 只是拿到58席 選票比率是45.3% 那麼傳統反哈斯布拉 反真主黨的就有47席 就是36.7% 那麼反建制派就有22席 就是17.2% 另外無黨派就有一席 那麼很明顯哈斯布拉 就是真主黨的票數 明顯是減少了 因為2018年的時候 他都還拿到55.4% 而且是大多數來的 那麼反哈斯布拉的就只有43.8% 那麼反哈斯布拉還是建制派 那麼他們都弱了 他們變成36.7% 然後反建制那一批 還要拿到22席 那麼上屆只有1席 那就是無黨派1席 所以其實很明顯 這個恃燒比獎已經很明顯了 代表著什麼呢 首先第一件事 這個選舉的結果 其實代表市民本身 對於整個國家的經濟策略 抗疫是非常之不滿的 他們希望推翻 現在建制派2個2大派 哈斯布拉 真主黨 以及反真主黨 建制派 來建立一個3個權力中心 但是行不行呢 首先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剛才經常提到 網韓肺炎的嚴重程度 以及經濟增長的問題 經濟的增長 是負25%的 是負25%的 失業率是 是負25%的 其實是負25%的 其實是負25%的 失業率是13%的 然後呢 武漢肺炎的感染個案 或者有人叫新冠肺炎 有110萬人感染 全國人口680萬 即是六分之一人中了 死亡率是高達10400人 基本上很明顯就是政府做不到事情 否則也不會弄到這樣一窩足 我知道近期 加拿大澳洲經濟 其實全球各地經濟都差了 因為很多不同的因素 這些因素就影響加拿大 影響澳洲 影響香港 影響美國 影響所有地方 是的 但是黎巴嫩的情況是特別恐怖的 兩成半經濟衰退 我想我們都未必一定 發生得到這樣 是的 即是其實它 它其實是 這個是2020年的數據 2019年的數據 是-17% 其實它過去的30已經是負數 負數之間 再加上這個新冠疫情的話 大家又去醫院 而且醫院本身的醫療文資 因為戰爭的內戰部分 都已經非常缺乏的時候 大家是pissed off 所以這次你看到 這個反建制派是得到 從21席變成22席 是非常明顯的增長 是的 非常明顯的增長 當然也值得提到的 兩大點就是 親沙特的基督徒政黨 即是Lebanon Force 由之前的15席 加到19席 另外就是 原本黎巴嫩的最大黨 即哈利利 我們經常都說 兩父子都曾經是總理的 哈利利 帶領的最大政黨 Future Movement 就杯葛了這場大選 亦都是過去幾十年 未曾出現過 Lebanon Force的背景 都頗紅厚 首先第一件事 是不是 他其實是 他前的主頭 是七十到九十年 差不多接近二十年的 最恐怖的軍閥 你可以想一下 由現在開始 突然之間 在柬埔寨出現 Propot出來 他重新帶領一個政黨 Propot是柬埔寨什麼的人 OK 或者其實一個更加貼切的例子 是馬可思重新當政 菲律賓 我們上個禮拜才講完 差不多 他現在的兒子 你怎麼都會吸 你怎麼都會有些 什麼呢 爸爸怎麼重植 怎麼所謂的成功 到最後影響到兒子 兒子怎麼都會跟回 你不可以說 100% 你50% 你都會令人民 有影響的 當然 另一個問題 就是哈利利 為什麼要杯葛這次大選 他明明 如果他選的話 他應該會拿到很多議席 因為他其實 在當地 黎巴黎 整個國家 是最大一個政黨 是最大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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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選呢 他其實覺得 他這次的大選 本身覺得 你這幫人 那個大選 是不正確的 但是另外我覺得 你們是一樣 就是 擺明整幫人 是玩的 一定是他輸的 因為他自己是執政黨 他自己本身是最大的黨 但是他其實 過去那10年 是輸了很多選票 他覺得輸的 所以他不玩 OK 原來我覺得我會賭輸 所以這次我不賭 OK 我街賭 這次我不賭 麻煩 我輸的 我懶得沒面子 等一下只有兩隻 大哥 我現在說我杯葛 我不玩 反而我還有些面子 OK 那他面子也能夠留下來 於是 其實 我想我們 其實另一個問題 就是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 預後的情況是怎樣 首先就是 現任總理 Najib Mikati 希望新議會 可以盡快成立新政府 包括這個總理 然後就可以帶領這個國家 和IMF談判 因為 經濟衰退25% 是需要 是需要外國資金援助的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政府 早不早到先 以現在的情況 你沒有一個絕對大黨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好像 當支持以色列那樣 只談都可能談幾個月的時間 大家差點 大家差點 你現在說的是 40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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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然後再加其他的黨派 大家可能 擺上桌 談打架 關門 客房 可能都要談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 談完之後 因為 尼巴雷本身是實行 這個 勢力平衡 會 總統 總理 議會 話事人 三個是必須要不同的 宗教政治派別的時候 這樣就更加多東西爭的了 是 沒錯 究竟 究竟 餅仔誰吃 其實是 拗數 是拗得很久的 大家都知道 同樣 種族成份 複雜的比利時 也是一樣 永遠都是 荷蘭那邊 和法裔那邊 一定要有一定的比例 政黨其實每邊都有一個 不同政治立場 我左翼 在何裔那邊 有一個 法裔那邊 有一個 到時可以方便執政 什麼 這個情況 黎巴亂 是更加複雜的 因為 你又要維持和平 什麼 什麼 於是我帶出的另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 這樣 其實 因為這個和爾造就的 這個政府其實是 怎麼說 是維持一個 status quo 就是那種 同樣同樣 其實就是這樣 無論你的政黨輪替 是怎樣 這次是 沒錯 真主黨是 輸了不少議席 但其實它的影響力 仍然都還很大 而且 既然可以坐頂 繼續闖政府的時候 就繼續可以用它的基建 用來掠水 用來尋求自己的利益 這一點 其實黎巴亂這種小變天 其實和沒有變天 是真的沒有什麼分別的 你可以這樣說 是的 因為其實兩個最大影響力的派系 不要說我單獨政黨 兩個建制派系 現在仍然都是處於82 新大選之後都仍然是82% 佔了整個議會 所以你說 對於民生那個政策改變 都會是很少的 沒錯 我們看到這個民生本身 對於建制派的不滿 一直是飆升的 由一直去到22席 但是不是傾倒性的去改變 所以的確是 不是說非常樂觀的 對於黎巴亂的改變 我們所說的是經濟民生 疫情 所有市民本身的生活的改變 的確是 仍然看不到一個大的轉變 量性的轉變 其實那兩成的反建制人士 會不會對整個議會有一定的影響呢? 因為其實說到底 政黨都需要其他政黨支持才可以繼續執政的時候 那它其實會不會有機會 就是馬那兩成的反建制去確保自己執政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那兩成的反建制對整個政府會有多大影響呢? 你可以看說他們希望會拉攏一些反哈斯布拉那些派別的黨派 因為反哈斯布拉的派別其實不是一個政黨 其實是很多不同的政黨 那看看究竟可能大家是一些比較偏激一些的 或者比較中和一些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擁有多一些的支持 希望在議會裡面得到多一些的支持 你只不過可以說 我已經佔了差不多五分之了 我可不可以在一些被反哈斯布拉的中間派別裡面 再拿到多一些支持呢? 比之前真的只有一顆石 是 因為其實單純 如果我當我自己超級利地份這個黎巴嫩 我純粹看數字了 就是反哈斯布拉的都有47值 即是36.7的百分點 然後反建制都有17.2% 加上數字其實是過五成的應該 我猜 即是你要有時候就是這個 究竟你是不是可以這麼多人去團結 去反這個親伊朗的希斯布拉 真主黨派別 這個是一個的 究竟大家是不是可以 那些共同處 因為其實反希斯布拉派別本身裡面 因為整個 巴勒本身我們剛才所說 所說就是政府架構 必須某個position 是某個派別某個宗教的 你反希斯布拉派別裡面 其實都存在一些建制派固有的政府崗位 如果我參加了其他派別 其他反建制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我在政府裡面的崗位 其實就是現在的 藝術炎 那你一直都覺得 那所以其實黎巴嫩的情況 會不會繼續檢測得下 因為現在這個不是整體覆蓋全面性的轉變 你可以看到親伊朗和親沙利兩派 在黎巴雷裡面的鬥爭是越來越億年的 再加上第三勢力就是市民的勢力的時候 三方勢力在議會裡面爭奪 那究竟市民得到什麽呢 他們三個在議會裡面也得到什麽呢 他們可能在議會裡面的爭端也會越來越刺激 因為不是大多數覆蓋性地蓋上所有其他意見 大家要有很久爭論 有很多意見、政見 或者對於市民的政策都會有很久爭論的 好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之後還有少少 After Thought 我們留在中東當然 其實這次我們去南少少一條邊界以南的以色列 其實就是上個星期 一個半導電視台的女記者 在工作的時候被殺 然後剛剛過了的喪禮 就是以色列軍警攻擊喪禮甚至其中一個負責扶寧的人 是被以色列軍警察拘捕的 那你有什麽資料呢 首先 阿蘇強 然後他因為當中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爭議 那他就被殺 他的葬禮裏面其中一個人 參與這個葬禮的人呢 就叫做阿布阿克利亞 他就被殺了 唯一一個人被殺了 然後以色列軍方就和他參與這個激進的恐怖主義 而是令巴斯特人更加之不滿 這個 就是他們認為 那個女記者是訪問我們 死了 我們差 我們有人用心去參與這個葬禮 你又抓住我們的人 還說我們參與這個恐怖主義 所以這個其實兩族本身是一個不斷的惡性循環的摩擦 所以其實都很嚴重 因為我想的確 即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亂了這麽久 其實各國雖然就算有微言 都不會大聲去作出抗議 現在有不少的政府對這次攻擊這個記者都反應很大 例如攻擊這個記者的桑禮 我們自己的加拿大的外長 Melanie Jolie 已經抗議表達那個不滿了 其實我想這件事其實和以前的耳巴很多的衝突 一個最大的分別是因為針對對像是一個記者 威脅是一個新聞自由 而近年新聞自由 我們大家都知道都很緊張 所以其實外國的反應很大 但是整體來說 你會看到 就是這次以色列軍警 就算扶寧那個人說 去和這個恐怖主義的活動有關 但是這樣也好像很不尊重死者 以色列這樣做 其實 其實你說得對的記者其實和這個外交官 或者一些外國人員去那個國家 其實那個地位 當然是受到全世界所有的 國際集團去到官特族重視 特別是記者本身是宣揚這個新聞自由 信息 特別是一些戰亂的地方 比如烏克蘭 黎巴嫩 以色列 或者其他東亞國家 如果記者本身受詮釋的時候 好 李秀珠本身的資訊 然後到最後連參與壯禮的人 都要被扣押的時候 就會造成一個白色恐怖 是 沒錯 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半島電視台是阿聯酋背景 但是也屬於阿拉伯電視台中比較開放 討論得比較自由的媒體 所以其實也都在某程度上 以色列都相當尊重半島電視台 因為也是極少數阿拉伯電視台 以色列可以落地的 所以其實無論如何 就是以色列這次針對記者的行為 我不知道 以色列說是巴勒斯坦人 開槍打死這個記者 就是賴對方 其實就是賴對方 但無論這件事來說 對整個以色列整體的形象來說 都是一個相當之不好的一件事 因為記者當時也是在拍攝一些重要的紀錄片 當然對於以色列來說 當然對於以色列來說 其實就可能不太想這些事情出街 我不知道 可能是 所以這件事 我想其實對於以色列整體的形象都不是太好 即使是以西方國家對以色列來說 那個行為都相對容忍的了 其實 特別是 即是 那個女記者本身的陣亡 另外參與葬禮那個人都受牽涉 被拘捕 說他參與恐怖主義的時候 這件事對於國際社會上 就更加被注重 為何你連參與葬禮都會被拘捕 是的 這件事其實自己都相當麻煩 好 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禮拜的討論 有進一步意見可以在Facebook搜集這個Late Day News 因為我們的節目和舞台所有的節目都是遲了一天才出街的 拍了之後一天才出街的 所以我們的台名英文一齊叫Late Day 遲了一天 L-A-T-E-D-A-T-E-N-E-W-S 一個字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專頁了 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Handle 亦都歸於一桶 都是叫Late Day HK Channel Twitter就是Late Day HK CH 如果你有心知道我們一杯咖啡的話 Buy Me A Coffee 我們這個網站的帳戶 亦都是Late Day HK CH 我們這個節目每逢星期四多倫多時間晚上7點 即香港時間星期五早上7點 在離地港台YouTube頻道直播 我們同時在各大Podcast App 即iTune、Apple、Google Podcast 在這個Spotify提供這個聲音版本 部分國家的Spotify會提供影像版本 這期的離地中環是2022年5月18號 多倫多時間早上8點 澳洲墨爾本時間晚上10點 即香港時間晚上8點錄影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